最后台南市区会市区中心顺时 市区团队风雨就占对台南的楼梅 人行的楼梅管理以及无传来设施 都是落到屏蔽的最要区名 要求市区要来减讨 另外市区团队的建议市区 每当会设10条楼梅喜欢倒露 给市民有感 一个伟大的生意 可以让人民外来健康 自由主宰 市民可以散步走路就很重要 市区团队风雨在市区中心顺地 要求市区对到人行的楼梅管理 跟无传来设施 可以好好加工 把这个人品环境 人行道的长度再增加 最起码在我们市区 原六区这个淡黄区里面 观光客特别多的地方 要特别去注意 新闭的道路 营建署都关闭 他也渐渐的都有做这个 这些公共南国 这些公共南国 过方也建议市区 每当会设10条楼梅喜欢倒露 让市民对市区建设有感受 你感觉说我真的要把路做好 这10条就是示范道路 这示范道路让人民有感 我驚在这段路的时候 的感觉就是不敢 人民会主动给你反映说 这一条路做得很好 这就是人民有感的地方 我们把南门路整平之后 南门路是平了 其他还是人家造骂 所以我们还是会永远 其实 这一条路做得很好 贵宏宇对台湾市 道路无边提出4点分析 第一是对时间品质的要求 他提出用主题条例做修正 第二是整个道路的修正 他建议建立共同关稿做改善 第三是路无边坑的环境有关系 他建议用地区所谷减刺 第二是交通人员 他建议时间推特建议 记者松一合 起回蔡宏博德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